今集入得厨房来说说如何把米芝莲吸收的味道搬回家 听起来很难想像 但正正就是眼前这位星级主厨所在做的事 在说说将米芝莲货入密实袋要经过多少步骤之前 不如我先来看看这位来自星星的男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经常说我生成为主厨 我会死成为主厨 我非常幸运 因为很高兴做我的生命同样的工作 我享受它 但我认为我的工作也很新鲜 你会看到我做饭饭 你会看到我做饭饭 你会看到我做假装店 所以这会显示同样的概念 欧丽贝莲出身在一个陷阁的厨艺世家 他爷爷是俄国最后沙皇的家族总厨 而他也尽得家族遗传 在他29岁港年即是07年即已拿到他人生的第一个米芝莲星星 之后的星星就好像追着他来搬 在2010年经Pier Garnier 的介绍来到香港发展 在文化东方酒店的Pier Garnier 旗下的那间Pierre 做大厨 做了三年 之后被人划过 2012年去到Schwell-Hopperchon 旗下 或于子弟那间Pierre de Schwell-Hopperchon 做主厨 沿途一路窄近星 在Pierre 他是二星 在Hopperchon 他是三星 做了几年之后就直接跳出来用自己的名字来开店 标榜善于善用四季食材的Seasons by Olivier II 开一页三个月已拿到米芝莲一星 几年之后 在2019年受Saint Richards邀请做开荒牛 将酒店的法国餐厅Lonvoi 由新餐厅推到米芝莲一星 第二年再上一级 去到米芝莲二星餐厅 Hopperchon 和Lonvoi我们的频道也介绍过 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一有上角大桌的连结和片尾 都是相关播放清单可以重溫饭 数下手指 他在法国和香港做主厨14年里 加上一共拿了21颗星星 而今天我们站在这间食物工厂 就在2017年他不做自己的间铺之后 在受Saint Richards邀请前的那段空档时间 即2018年和梁芝莲合资开办的 这间米芝莲食物研究所 Ochef Lab O很明显就代表是Olivier本人 而Chef就是纪念刚刚说过他那位 做俄国最后沙皇家族总厨的阿爷 Lap 其实是一张父亲致敬 话说他老爸是德国的军事化学家 就经常在地下室Lap 买头苦干 所以Ochef Lab 这个名字 既有传承的意味亦很顾名思义 就是给厨师研发食物的实验室 研究了什么出来呢? 上官网就看到了 他另外在HKTVMob 也有得买的 因为见到这个Logo 我才认得几个月前我买过他的汤 有买过Cream Chowder 有粟米汤、有番茄汤都试过 法国风味当然有很多选择 但他也有很多港式的 例如一些汤、粥、甚至豆腐、火腩饭 但这些都有 定价其实不算进取 起码以他的名气来说 绝对可以收贵很多都可以 因为这些食谱都由Olevia 研发出来 而定价范围 有更多人把米芝莲吸收食物带回家 但都不觉得是什么负担 而Ochef Lab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 就是一夜厨 即是有米芝莲升级大厨 亲自上门煮私房菜过来吃 所以现在米芝莲真的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呈现 你出街吃也可以 你剪开包装袋、弄热它也可以 柱亲自上门煮也可以 好了,讲远了,回来 位于黄竹坑的食物研究所 面积都不算小 弱模就是一些不算大型的 酒店的中央厨房 但它和平时的厨房都有不少分别 想起之前食浪费 他们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设计 现在拿影片出来看 就发觉原来两者的布局都很相似 而且很有条理、很有系统 这样看得出的主传 都是搬去米芝莲那套 过来Ochef Lab这边 只是说隔局似的 工作流程当然不同了 我们厨房的流程 其实就是 早上将所有要做的东西都做完 即是所有打汤、烘热、炖肉 所有东西都做完 在早上都做完 然后就放在巴翅花里面 让它冷凍了 冷凍了之后就会拿出来 下午就会开始入包装袋 然后再消毒 然后再冷凍一晚 然后翌日就出去出货 所以我们天天都保持货 都新鲜 流转性都很快 流程不同了 但标准没有降低 需要用到的设备 都会有那么少一份量吃得 就以这个用来熬汤的大煲为例 200L 大概可以做到800人的汤 而且它可以高温情况下 打牛汤骨非常之好 因为放些牛骨、鸡骨 可以将骨头里面的营养 和汁液都可以出在汤里面 这个都是200L的大煲物 用来打龙虾汤 打蟹汤 吊鱼水 都可以在这里做的 我们会用了差不多一百多只龙虾 然后给点菜 帖糕 炒了它 然后我们放在板地 然后烤一下龙虾头 让它更香 然后我们按水 准硬入慢火 煮热热熬的龙虾味 我们一次煮 大概是180L水 只煮 60L 再把龙虾 转成龙虾汤 就会再煮它半个小时 大概前前后后要两三个小时 就会出到一个龙虾汤的产品 因为海鲜多蛋白质 它一预热就会黏锅 一黏锅有焦的味道 就立即整煲龙虾汤的味道就会变了 所以一定要不断不断炒着它 不断不断将它底部的东西刮出来 你不炒又不行 你不炒它龙虾头又不会香 二来它的味道又不能出出来 所以一定要师傅不断不断循环循环 炒完这边炒这边炒完这边炒那边 将这些龙虾头的味道和汁全部都带出来 你可以想像这里就像做飞机餐的中央厨房 它们不同我们之前也拍过一个叫外卖送盒的概念 送盒就是将食材加工到落锅炮制前的那一步 即是它洗好切好腌好 但毕竟它们还是处于生勾勾的状态 而Ochef Lab这边是煮熟了 你回家按照指示翻热的菜已经吃得 即是换言之煮完之后如何消毒杀菌 如何去延长食物的保质期 但又不会太改变食物的质感和味道 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个呢 这个是荷兰来的 是可以煮食用的胶袋 它可以负18度 和可以剩120度都可以承受到的 那我们就来这里抽真空了 真空机很方便的 它有几个按针 这个就是Program 现在就抽出所有空气了 食物在准备妥当之后 要放在Combino里面 用85度加热20分钟 这样做 起码可以杀绝多数的细菌 因为细菌一般在8-68度的环境 才能繁殖到 所以85度便是一个很安全的消毒标准 加热完之后 就要马上放入Blast Triller 将它急速冷冻至-20至-40度这个范围 这样才可以延长到它的存放周期 即是简单来说 你可以当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冰箱 它降温要够快 这样才不会给到 小伙伴有一个死灰复燃的机会 而这些商业用的Blast Triller 这个容量一定要够大才行 最起码可以整架车仔拍进去 都没问题 作为我一个厨师 这是一个挑战 我来自这三星星星 2,3 star 你呢 我知道 你呢 我说的 我说是用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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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如果我做到一层店 在我的小伙伴店 我用选择 在最后的一分钟 我会熬它 最后一分钟 我会混合在最后一分钟 你会做到最后一分钟 你会做到最后一分钟 你吃完 它是最后的 做到一层店 在家的小伙伴 但你会冒冬过 将它放入冰箱 它是一种人 that we think about the recipe and i think it's very challenging sometimes to work I don't have the will to say this is the best corn soup in the world.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I'm proud of the corn soup, because we source a very nice corn which a healthy organic corn Which we cook very simply with a nice seasoning where at the end we get a great result 即使在冰箱中放入冰箱中,也许是很高价值 疫情之后,多了很多人对外卖有要求 O Chef Lab 在这个背景之下,靠着精心设计的食谱,杀出重围 Town Lab 设计到,即是隔水加热,倒出来吃得了 如果你说买一只白色洋黄鸡,又可以怎样提升它的味道呢? 因为这款鸡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慢煮版,一个是即食版 即食版顾名思义就是它会把你烤熟,送到上手就能吃 而慢煮版就要自己加点功夫,去烤热吃 鸡就约摸重3.5磅,如果你连鸣进去的鸟,鸡约摸重4磅 是放你几个人一起分享的,肉汁都包给你了 你再热它,淋在鸡里,那已经完成了 主持人有分享到,如果你有心机点的话,可以连肉汁都不用 是另外做些香草牛油,连蒜在一起,加在上面 再加一些用牛油慢煮过的蒜头在上面 就可以做回味道上的点缀,整个场子的香道不得了 所以这样看得出来,它提供了一个捷径给你 但如果你肯花点心思,一样都可以在米芝莲之上,都可以感上添花 是的,工作在米芝莲之上,经常做贵的饭食材是很好 但也有时会触碰到其他观众,跟其他人更简单 我也喜欢这些东西,而我认为,作为主持人,我应该有不同的方法 这是我喜欢的方法 好了,今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了,我吃过Lonvoi,今次进去Ochef Lab 虽然完全感受到身为一个全能大厨的不容易 他一间餐厅在湾仔,他的工厂在黄竹县 这样两边走法,人家一落长时间,他未必日日都有 怎样将番热食物都能够预先煮到好吃 即使在参观完这个厨房之后,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挑战 最后多谢主持人在白忙之中,都开绿灯带我进去见识见识 以及感谢太平洋餐饭设备在厨房器材上的资料补充 好了,那这段影片来到这里,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